咖飘汁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款 冠儿咖啡以及咖啡豆 开门尖山的和大家说 这是我们首次和咖啡馆做联名的产品 产生这个想法还是要从我回国之后 又一次拜访了广东深圳的咖啡馆 两年前是我第一次来到基夫咖啡 那个时候给到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店面不大 但是里边的内容非常多 咖啡室也非常的专业 当时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再次来到这家店 主理人Steven还特意给我看了一下 他手机上设置的倒计时 那天刚好是基夫咖啡的四周年 这是今天 这是四周年的 对 基夫四周年 生日快乐 谢谢 我感觉这个店变了 但好像是哪里又没变 那变的是它整个店看起来旧旧的 那他们的店员还跟我诉苦说 很多客人吐槽他们店里边的家具太旧了 有人还特意发帖子吐槽了这一点 那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开心啊 你看这个出品的咖啡的托盘 虽然掉气了 但就是这些见证了你们咖啡店自己成长的一个痕迹 那当然不变的依然是他们对待自己工作的认真以及客人的热情 有点变形了就是有点凹下去 然后它它它有点裂开了 现在有了岁月的痕迹真的看起来更有味道了 看起来很焦 这个刚才吐吐来说 嗯它要换这个新的盘子 我说千万不要换这个盘子 你看这么好 为什么要换 因为我刚才特地特地拿了一个最新的给你 我应该拿最旧的那个给你看 但是有一点不变的就是越做越爱了 基夫咖啡是我少有的能够提 体验到出品以及服务都非常棒的一家店 那我跟Steven聊起来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咖啡分享给更多的人来尝试 让更多的人喝到来自广东的味道 那于是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筹备了这个计划 那我在他们的工作室里面也测试了这次的挂尔咖啡 以及他们店面用了4年的拼沸咖啡豆 那我们呢一起取了一个有趣的广东话的名字 代当是代当羊 应该是这么读的吧 广东小伙伴我如果要发音不是特别正宗的话 大家可以这个指点我一下 应该是叫代当羊 那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咖啡也是可以堵堵堵的大口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由于这款豆子它用到了很大一部分的 爱塞的咖啡豆 所以呢整体带有层次的酸度质感 那同时呢还有厚实的质地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豆子 它表达出来的这种层次感以及平衡感 如果大家你要问我它适合做什么咖啡 我们同时测试了手冲的咖啡 以及意识的咖啡 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制作下来表现都还不错 那不过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信 如果你完全接受不了带酸度的咖啡 那我劝你最好不要买 那然后它现在测出来的它是54度 它就是这个液体是54度 是的 实时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选的这么大 因为在这么大的情况下 我们喝它其实降温会非常的快 那降温快的话 其实我们在感受层次感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优势 我知道了 这个花蕾皮刚才稍微薄一点点 但是都顺了 它摔的会有低一点点 嗯 整次感可能会更丰富 对 这个层次感会更丰富 我们也为大家拍摄了制作咖啡的视频的教程 如果是买了这款咖啡豆的 那我们会单独的发给你们连接 那另外还有这一款挂儿咖啡 它有两个味道 那一款我们取名叫丰富 那另外一款我们取名叫清新 取名叫丰富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的层次感 有微微的艳养日晒处理的这种复杂度 另外一个取名叫清新 是因为它喝起来比较柔和 有较低的酸感 如果喜欢低酸感的小伙伴 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味道 OK产品已经介绍完了 那具体要怎么购买 那我们做了一家淘宝店 店名就跟我们的频道同名 牛小咖 那这个淘宝店呢 我们之前就只放过两款周边产品 因为是周边产品 所以说我们就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做过一些宣传 因为我觉得周边产品 大家觉得有意思 那你们就可以去购买 再说回到这两款咖啡 那因为考虑到大家接收到这个咖啡的新鲜度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预售的一个方式 在视频发售的同时间来上架 进行预售 那预售的周期是一周 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订单统一发货 那另外 因为是联名性质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的上架的时间也会有限 不会长期的来售卖 所以有需求想要尝试的小伙伴 尽量在我们发售的这段时间去拍 我们会在一个月内把产品下架 可能有人会说 这么好的产品 为什么不打算长期的来售卖呢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我也是想把自己曾经的一些比较好的体验 分享给大家 可能我们之后还会陆陆续续的 找一些我觉得不错的品牌 做成联名的产品 带给大家 那最后我再跟大家瞎扯几句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传达咖啡不叫汁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也跟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 跑了这么多的地方 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那我发现咖啡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它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那我见过有人在高档的西餐厅里面 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喝到过一杯咖啡 那我也见到过在街边的摩地小哥 花三块钱买了一杯咖啡 自己喝的也开开心心 那我甚至见到过咖啡浓 在咖啡产机里边 每天采着咖啡果子 那自己却从来没有喝到过咖啡 那你喝过没有 也喝过 也没有喝过 那可能别人喝到的这杯咖啡啊 对于你来说它是不好的 甚至是劣质的 但是那这个就是每天伴随着他们的东西 所以说不管你今天喝到的一杯咖啡 到底是速容三合一的 还是一杯竞标级的 非常贵的 非常好的咖啡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